很完整的說完整 但這裡已經包含了很多關於完整的因素 所以我想他們所說的 大家可以問他們問題 他們覺得不完整的 你逼他們說完整一點 有沒有大家 我先問一個問題 剛才葉少輝教授也說得對 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的 收入的分配是這樣的 為什麼工種其實很厲害 其實我記得我小時候 剛才到大學的時候 工人出入的士司機的工資 和大小的工資不會差太多 現在相信真的愈來愈大 這時候就是 究竟這個社會是進步 或是落後呢 而我們需要用什麼方法去改善它 是否只是普選可以解決呢 或者是 我想有些全面的 譬如說 我們政府強硬地 用比較上是 行政的社會主義的方法 來改善它 或者說是單純市場的因素 現在市場基本上是 其他利益所控制的 李嘉誠之類 以及很多相信他的 中產家是願意改變呢 而當他把所有權力的時候 他會怎樣呢 譬如說 補選可能就是根權政治 所以他更加有利 我會怎樣解決呢 我自己很開心的經驗 在奧斯陸的時候 他們跟我們分享 他說他們在整個城市裏 每一個人都很努力地工作 但很樂於地分享 在香港呢 我們很努力地工作 但就不太容易 跟人分量 有時候有一個 Winners take all 有很多時候都是說 我怎樣 要去爭取最大的利益 如果你再看回我們的公屋 如果你再看回 最近的一個報道的時候 我們有兩萬間公屋 那些公屋呢 是比起 那些人的薪水 是整個香港的 50%或以上的人 居住的 還有一些 就是top 20% 我問 為什麼 如果這班人的薪金 這麼高的時候 為什麼不會退出來呢 因為他覺得 我方便 我喜歡留在家裡 我喜歡 就是有一堆慶功 就是 現在是沒有了 那個community spirit 我覺得這個 就是 香港我是很擔心的 就是有時候 我就是希望 怎樣去我自己的過程 就是獲得最大的利益 而主要說 為什麼工資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我們 經濟的基礎很窄 很失衡 而失衡到的時候 有工沒有人做 就有人沒有工做 但起一些很低限層的實衡 因為他多於supriser 他們的二架能力也不是高 所以我們是 真是很不好意思 真的不是有很多 僱主很有良心 是不斷地欺壓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 他是一個 有人民精神的社會 是在看我們怎樣去對待一些 是不能夠保護自己 為自己發聲的人 是我們為他做了些什麼 而我們今天 在香港來說 在這方面 多一些阿閑 就是這樣的人 就好一點點 但在僱主方面 我亦都不否定 有些是有良心的僱主 但在整體來說 僱主的利益 有的時候 是擺到很高的 工人的利益 有的時候 就被分享 我就覺得 香港的僱主 都被我們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 還壞了 這個觀點不是今天講 我在這個地方講過兩三次 為什麼講呢 例如我們現在路故委 路故委不會有過很久的脂肪成員 何世全 依然有他叫求白 這兩位人 如果沒有他們 在八十年代 九一年代初 香港都法例過不了 長富金 遣散費 科產業基金 學家 Gay 財產業基金 長富金 老闆出錢 責錢 財產業基金 老闆出錢 科產業基金 老闆出錢 而現在 今後 立法會 坐樹 那批工商界 我真的 有時也很生氣 我很有風險 教授 加班補水 是一個很正常的 你對勞動的尊重 或者作為你成本要計算的 現在說到要加班補水 就像天這麼大罪 我勞工鑑養 我有時對待他 我有時都很勞氣 我就覺得 為何他不講道理 等於我有最低工資 如果你有最低工資 你怕破壞市場 加班補水 就不是破壞市場 你用別人的勞動力 為何不補助別人 這個我們不是我們創辦的 是我們小時候 都是我小時候加班的 我加班才可以 賣我另外想賣的東西 不是我整副薪金 都給媽媽 要養家 即是現在你就不在嗎 做完那八個小時後 好像順利就說 總之我不走你沒有走 一個先都不給你 現在除了老闆之外 還有一些所謂自由經濟的人 在我立法會的泛民的人 我都很激起 我問過泛民裡面一些基層的勞工 我問某些人 一說到哪個工資 你差不多跟我們對合得很厲害 例如他說 我會計界 例如他說 我們的資訊界等等 不等於合道理 我跟金融的人說 你不用擔心夜市 只要你規定了八個小時 即是八個半小時 即九個小時 規定了之後 你就可以如下加班 沒所謂的 我早就有人跟你做 問題就是現在你沒有錢補 所以那些人才淒涼 所以我覺得 連這些這麼簡單的 A B C D 1 1 2 3 4 都在此爭辯七彩 所以你問我 為何要跟改革開放掛勾 就是因為當時內地為首 吸引香港資金 是用一些很賤價的勞動力 即是草期的時候 用一些很弱的工作條件 他就長期慣了 現在當國內 都要不要這些靠賤價 而成品的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逐步被人趕來 中國的市場 先從深圳的旺地方去趕一趕 現在又去了那裡 去了越南地的地方 同樣的手法 他們是說 我有錢 就有人跟我做事 這樣才會慘 所以我為何要說 我們說這些理念實際不適合配合 在現在這個後資本主義的世界 在早期的那些 差點已經徹劫零的時候 工人革命的時候就差不多了 當農曆 當工人就像機器一樣 所以你問我 我就很同意說 我想教授說你一定不會理解那個數字 香港從2003年到2013年 實際工資加了1元 全香港實際工資加了1元 10年 香港10年的零售業的商舖 就以港島 不是以台灣 用灣施的港島 不是很貴的那些 當時是68元一呎 商舖租金 2003年 現在多少呢 是130-140元 甚至不止這些價值 舖中是佔了最大的開支 以這些最大的開支來說 我很同意江人教授說的 沒有人理解我們 我甚至對某些政黨 我覺得在這些問題上 他們都是在搖擺的立場 因為租金櫃令到經營成功困難 又擦了我們工商劇 又擦了你的字眼 我就很勞氣了 這事實上不是工資櫃 是租金櫃 如果你試試租金能夠回到合理水平 我們大家生活得多 我想跟各位朋友說 我真的很希望 如果你問我講的另一個題目 亦都講了很久的題目 我為何會游泳的人支持林振英呢 今天我是否有很多人不開心 有些人失望我不是 但我還在看兩件事 如果沒有發牌更好 有發牌令到我也挺生氣的 然後又說 怎樣嚇一跳 另外一個保密制的問題 我擔心如果我們衝破了制度的時候 最後就沒有人進行會去做事 我問說 我問說 不知道是真是假 因為當時選舉時 沒有人應該不用輸 因為他爆了行會的東西 很多人震動 不知道是真是假 報紙也賣 也不知道是誰 本來很多人支持他 他在國內的很多力量 但因為他爆了 你說謊 就拜行會 我們想 因為我自己坐立法了很久 我們現在這個不是蝕得琼 不是一個共用特權法的委員會 是用什麼呢 是用一個裸民經的形式 用特權法的手法裸 但是裸民經要過對關 我們法律根本就要和我看很多東西 而這個裸個人當中 哪些牽涉他的行會內內 是很複雜的 所以你問我 我跟黃毓基說 我也支持三個法派 問題就是 當我們議會 用到我們議會內的手段 來講一些東西 對我自己來說 我是否過了我自己 當你問我 至少特區政府沒有犯錯 這是另一個故事 我剛才說不講這件事 先講CY 我實在對房屋 到今天 我還支持雙辣椒 對於有關他那個撫貧 當時一直都不肯做貧紅事 他肯做 但有沒有勇氣做呢 這是另一個故事 所以你問我 我就很希望有一個真人來移動 那個貧紅事 移動著 像剛才教授所說的 我的未來在勞工的遠距 原來勞動有價 現在勞動沒有價 即是我們經常說 很難請人很難請人 教授我都想跟你說 其實我自己在這問題跟了很久 香港的政府資助的安勞服務 是半支沙擊 由私人辦的是半支裸擊 如果你出去問NGO做的安勞服務 那些 班小成功的兒子 超過一萬元的工資 他們相對穩定 比如有他們最低工資 當我手上流動的職位 不用做職位 沒有身份價值的時候 那些人就出了其他座位 變成這個情況下困難 所以最近我都在波連 最上兩三星期 就有個組織在這裏辦一個研討會 就說青年就要等等 就說到這個部分 我就說 如果 我就跟NGO說 如果你們在那個 政府資助的安勞服務旁邊 做些託言 令到婦女來做一些這樣的工 你一定死去死去到岸 問題是處理倒不倒 現在這個要做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就釋放一個勞動力出來 NGO一定做到的 政府資助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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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剛才說的 蛇仔麗毛 他當中買位 買了三百多些 買位是六千多元買位 他還給了租金那個人 他今天做不成這盤生意 但人們為了要做這盤生意 就出現了很多藥物 東方三個禮拜前 四個禮拜前 說在上水的安勞院 是虐待老人家的 習走子當是豬仔洗澡 很虐待的 如果嚴格說 好像我很糧 說的時候 他就只有這麼多錢 他就請了他那些人 就這樣對白 那些人就要一個人兼得分 他就當人家豬這樣 你多殘忍呢 這個問題不是今天發生嗎 十年前已經發生了 當時鄧國威還在做社福利局局局長 不是做現家公務員 那個公務事務局局長 我不想自治法樓 說政治法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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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 當時鄧國威還在做那個角色 說都不做 他就調去做公務員事務局局局長 我想跟大家說 這些問題是反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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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六千多元的成本 他這個老闆是否帶著他 嫁妝來做這份工作 你只會想辦法 我今天正在跟那幾個官員說 我說 我們為何要買貴一點 為何不能在這方面做更多的事 甚至我說 安努服務員是單獨安努服務員的 如果社區有社區的保護照顧 這個名字是不會很犯 張宗上禮拜 對 娜姐在註冊 社區保護會發 當時我的社區保護就說 很多婦女想做一些部分工作時間 在社區做法 照回家 又可以找到錢幫助老公 好像我小時候一樣 問題是政府不肯做政策 張宗肯撥九十八萬人在順天村 給別人做這些服務 說十年有多次 放著不肯撥別人 人家那幫人 苦你自己組成 你要大家在順天村 阿姐你想喝湯來我書登記 你想臭姐來我登記 你想老人家看書登記 誰相信你 你一定要住一個非謀利的團體 有個地方辦公才行 就是因為政府不肯撥別人 因為政府不肯撥別人 十年有多都解決不了 所以為何我說 我在上屆不選 我講到我沉沙氣 實際如果你問我 博士 教授 實際如果你問我 政府如果釋放婦女動力 是北京一個好辦法 你記不記得 當時的勞動力緊張 油站從來是男人做的天下 如果油站有女人做的 現在有很多新移民的女性可以做 香港有勞動力的 每年我們有不少內地 都是一些很廉價的 基層的勞工來的 鄉村勞工來的 我就覺得 如果你問我現在貿易輸入 我既覺得不 fair 教授 不過今天和我 由於你很多共同意義相同 對勞動的 你肯定我們那種主權 我就不想不說 我們很保守的 我們很重要的 所以我老實說 我覺得 勞工界不是這樣 我們有輸入我們勞工的政策 那叫一般性輸入我們勞工 有專才輸入 陳宇宏當時是反對專才輸入的 當時還有業劉做局長 是入保安局的體驗 但好像類似 我不想說什麼的教授 都是廣大教授 和很 fair 她說 給年輕人去挑戰一下 不要保護得這麼大 我看到她說 她的科跟我很相同的理念 之後 我的負責會這麼低 我就不在專才反對 大家一般性都有 我想說 不過條件比較難 要連續 你要在報紙燈那段時間 你請不到才請 並且一定要請兩個本地 一個的外地老公 前後用了三、四個月 現在僱主要優化他 我不要用這個字眼 我就批評了 我們等於騰一步 等於說外地老公 我再把照片給大家說 大家還記不記得 機場建設的時候 好像現在一樣 發瘋的房子 發瘋的基建 當時就建機場 在論壇 我還記不記得 誰跟我爭論 叫田不俊 在聖機論壇 她說不夠人 建設過二十萬 你記不記得 當時在聖機論壇說 機場不夠人 後來我們翻桌 都不制 好像會嫌進 如果大家還記不記得 如果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時還會記中聯辦 她是新環社 就在皇后大陸東 羅大右腸之間 就在那裡 如果大家做幾天 就有十幾部車 是工人 全部都是內地老公 是我帶的 是工人的 就跟中聯辦說 麻煩你保護你的公民 他們給些人去欺負你 一萬元 我給你一萬元的薪金 非常好 比香港人高高 對… 都符合了香港人 政府要求 一萬元 袋子後 不夠幾天 五千拿一個人給你 給你五千 你的食宿費要給錢 後來就無線 阿視 很多電腦拍片 一個很小的單位 幾百車 住幾十個日 七、八、六 她這次生活環境很難 住的程度很差 人工很少 她是完全赤裸裸 想輸入那些年價的老公 所以工人會說 我現在不是的 我現在不是說 沒有政策讓你輸入 真的要令到那些 想貪欖請便宜的公民 我自己認為 如果你說回回學生處的年代 回回求法的年代 但講道理的時候 不止到那樣 現在問題就是去到裏面 包括勞工人的成員 包括低支會 你知不知低支會 臨時的低支會 三個勞工家都要劈砍 鄺之堅就劈砍了 她跟她說不做 李啟琳說不做 阿錫都說不做 就是說 investors抱著剛才說 如果你做不做 你沒辦法 你要去什麽 所以我想和各位 包括同教授和博士說一說 當我們面對著 這些狀況 面對工商界的這個態度 我真的很支持 不住十元張 最近佛會上 我們會上講 葛萊瑟會對老公 她說得我們很不理香港 其實我們不是 如果你問我 當我真的受到一個很困難的時候 我們受得命低 當然你問我今天 今天你問是否在某些地方是不夠人 我是同意的 但接著我就問回政府政策 因為我坐在立法會的另外一個公務員的小組 我們開會 最後就討論到基建的安排合理 我就問了政府的問題 我現在這樣拼命起屋 今年的4萬8000是完結的 明年4萬8000是完結的 在舊地方我已經看到 未來在這任的特首裡面 完成的數字是完結的 我用昨天說 完了這個之後 還需要這麼多屋子 將來樓市的怎麼波動打都不知道 昨天就拿了陳的中文名叫甚麼名字 Wilman Chan 叫做 陳德明 陳德林議立法會 我就問他 南美國退市準備救我們的市 你明白我說 那些存戶 那些息是要蓋的 蓋的那些人就供不了 你的利息就上 如果他不退 我們雙下支到底頂不頂住 現在樓價始終 是朗文陳說的 始終現在是高價樓會下 中價樓基本上不會下 還不升 是有數據不會下降的 只要有幾招數對待才行 即是說我們現在面對香港的狀況 各種的情況等等等等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政府需要不需要這麼盲目起這麼多東西 這是我的質疑 我的質疑是說 如果當你這樣去 好像新加坡那樣 我支持發展 支持你樓 你看大陸村我們多大的包容 原來1600間 4200間 原來6棟去到12棟 就是我們跟政府談了很久 他願意抽到一樓 重新教授教育起 大樓去見小樓 因為他被人追溯 現在好像差不多追溯 他教授 自己一定會有4000個 他就差不多被住了 我真的說一聲話 他們被人追溯 大家記不記得很熟悉的面目 那個情況 跟回歸前黃昇華被人追溯的樣子 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亦是不夠屋的 追溯到一個很危險 不是 現在你跟黃昇華 黃昇華在上天看著我 我已經遇到他給我的 他認為曾經說 我不說太多話了 就是說 當時我們就問 起樓機要數字應付市場 好像今天一樣 政府很慘 被人追溯給樓 但另一方面 我們也說過質疑 就在前兩天報告 我問政府 怎麼確保將來起樓 不會出現場面作 神仙赤 但是物料就不斷加 為甚麼那麼多工程的燃後 就因為基於他當時投票 現在是幾毫無人 現在政府組成了新的 他不認我 他明白 陳議員 知道存在這個危機 你拼命起爭吧 他七嫂為何要七嫂 上年將上次我們回歸前的瘋狂樓市 之後出現的情況 他說為何要保證 他現在準備用新的辦法 跟建築商商談談 為何令到他的質素保障 又令到他怎樣怎樣怎樣 他講完 陳議員說 你會跟建築商商商談談 我想說回 第一個就是 香港不夠樓樓是真的 這件事是當勞壞的 停止了七年 你任何事情都不做 這個就是要負責 要負責 他這屆政府要解決 施威急於要解決 因為他的壓力都很大 我完全明白 但面對這個情況下 為何合理發展呢 這個正正我要問的 是否等於我能夠招不起 所有的東西才會取消我們原來的東西呢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說 講到這個部分 教授 你看我坐在這裡很靈靜 去到現在這樣說 我就覺得 我真的有很多為什麼要問的 很多為什麼要問的 很多東西要問 如果你說我今天才提到這些意見 我會抵達 但我說了很久 等於我今天提政府 你怎麼看未來將來建築樓 到底怎麼確保質量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OK